旅程 女人迷 我們你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Dream Girls 哈囉 我是雪芙 哈囉 我是李晴 我是玉芬 那我們講講看我們的 各自的第一次的挑戰和經驗 對 那我的話 我其實可以分享一些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因为之前就是没有机会来台湾 然后刚好就是 本来是要玩去玩 然后就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发现 其实台湾是一个好地方哟 而且天气也就是还蛮温暖 因为我是怕冷的韩国人 然后刚刚我来的时候是冬天 然后就这边好舒服喔 然后吃的也很好吃 然后就是那几天过几天 就是发现其实台湾人还蛮热情 然后很善良的心 所以就是 其实很快就感觉到台湾 诶好像跟我有缘分喔 对 所以就是留到现在咯 就都不回去了 大叫我爱台湾 我爱台湾 还会呸 好 妳咧 我的话第一次的印象是 是我们成军的那一天 因为其实在成军 不好意思 其实在成军之前 我们有一年半的时间就是 在准备 那其实那时候的心情是 对 住在一起 是很开心的 可是会忐忑不安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出来见人 是这样的吗 就是可以出来让大家知道 有我们的存在 或者是大家对我们的第一个感觉 或感官会是什么 就是很多很多的不知道 所以其实在成军的那一天记者会 我非常的紧张 有 那天 大家这边都红起来了 对我讲话拿着那个麦克风是 手狂抖 然后整个身体跟脸都 就出现泛红的状态 对那时候还有一个新闻 新闻说什么 我怎样有扮同 太紧张了 不是 那个什么 酱果汁里面的那个 关公 哦 关公 对那时候还蛮严重 可是那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很难忘的第一次经验 谢谢 我的第一次经验应该是在 2008年的时候 好久哦 那次第一次经验就是我一个人去上海 因为那时候跟公司说我想要当歌手 也不知道哪来自信 反正就是 然后公司就觉得我不行 因为我没有自信心 所以那时候就把我丢到内地半年 去上海比赛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是很没有自信 因为我每次上台表演 那个评审都说我是里七分 因为我只用了七分的力量在做事情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有 那时候在思考说 我是不是要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要全力以赴 就是 因为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你用全力去做的话 其实 只会让那些事情会更加值 就对于我的梦想也会更加值 更加分 所以那时候就 半年回来之后就觉得 嗯 自己好像不一样了 就好像要变得比较有自信了 来个ending吧 来个ending 大家多支持我们的美丽头条 耶 我们12月27号发行了我们全新专辑 美丽头条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拜 听你说 起来 gehen 谢谢 谢谢